好的,又好,老李 那今天呢,是农历的新年 俗称的大年三十 现在呢,是晚上九点钟 确实也是没什么事情可干 所以干脆说给大家录一期节目算的 这个苦难多灾的庚子年啊 总算是过去了 似乎每一次的庚子年 都会发生诸多的一个灾难 那首先呢,我先在这里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我不要你们红包 看在我大年三十还在给你们录节目的份上 给我一个赞,就够了,就行了 我呀,自十四岁离家出走以后啊 马上就接近二十个年头了 我近二十年都没有过过春节 没有过过过年 我倒是心中无家,走哪都是流浪嘛 所以 对这个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一个含义了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日子在过 但是每年你到这个时候吧 你心里面总会有点落寞,总会有点失落 因为窗外的鞭炮的声音 那种合家欢乐的声音 总是在提醒你今天 你应该做点什么 所以我干脆给大家录节目算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谁呢 小风仙 就是 那个侠记小风仙 当年就蔡厄将军出逃的小风仙 他呀,1900年出生在浙江 出生在杭州 他的父亲呢,是满族人 是八旗子弟 然后父亲是在杭州做官的时候 把他给生下来的 他呢,也不算是 他父亲原配的妻子生的 算是天堂吧,一个妾室 所以他的生母啊 跟他其实在家里面没有什么 多高的一个地位 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以后 原配妻子呢 就算是对他母亲 还有对他就不太好了 就把他们给赶了出来 后来没有多长时间 他母亲啊,也病逝了 他在一个姓张的 一个老妈就算是把他给收养了 这个姓张的奶妈呢 就正式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就开始跟着姓张了 然后叫张凤云 奶妈呢,也带着他就在浙江总督家里面 就当庸人的这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爆发了以后 在浙江这边呢 革命党人也开始炮轰 叫浙江总督衙门嘛 就开始炮轰这里 他奶妈呢,也开始带着他 开始南逃 就辗转去了上海 在上海 如果养过自己啊 对吧,你总得要有生计啊 就把他给送到戏班里面 就开始学戏 然后在上海学艺 去南京就开始演出 时间又来了1913年 就是两年以后 那在南京这边 不是又爆发了二次革命吗 那北洋军阀 冯国章就带人攻打南京 这个时候南京也特别的动荡 最后 他们戏班子吧 就算是一路逃窜 最后兜兜转转 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的八大胡同 就流浪下来 然后创办了云集班 他这个时候 13岁左右的年纪吧 虽然说只有这么大 但是已经出落的 平平欲立了吧 就是长相也不能说 特别的好看 但是他有一副好嗓子 天生就是 吃唱戏这碗饭的 唱戏唱得特别的好 很快在这边就小有名气了 跟一线的 可能算不上 就一线的名卷 可能算不上 但是二线的 还是可以的 算是一个二线的 一个 一个妓女吧 蔡厄将军 我们就知道他的故事了 他是因为袁世凯 想要称帝 就把蔡厄 从云南调到北京来 就名声暗将 给他一个官职 就让他在北京待着 在我眼皮子底下待着 你就不要回云南了 你这手握重兵的 你万一回去 你起兵反我怎么办 是吧 就让他在北京待着 然后还派了一帮人 监视着他 其实就是软禁 你不能散自 离京就是这种 蔡厄每天 其实也挺苦闷的 心中壮之未愁啊 每天也挺苦闷的 也没什么事情做 于是只能是榴莲 在烟花柳巷之地 来了解心中的苦闷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跟小风仙 两个人就算是认识了 小风仙就说 他第一次见到 蔡厄的时候 就觉得 他眉眼之中啊 透着一股阴气 虽然说穿得很普通 不像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 给人的那种气场 包括他的言行举止 就是 叫 就绝对是 人中龙凤的那种 后来慢慢的 两个人就熟悉了嘛 那小风仙就把自己的 一个人生经历 就给他讲了 那蔡厄呢 也就把自己的这些 心中的苦闷 也就跟小风仙讲了 两个人呢 就有一种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 那种感觉 两个人越来越熟了以后啊 那 他们就开始导演 这么一场戏 三方啊 就开始 就要唱了一出双簧 为什么是三方呢 一个是小风仙 第二个是蔡厄 还有蔡厄的 两个妻子 一气一气 就非要说 要把小风仙 给他赎身 然后取进家门 已经给他赎了身了 就非要 把他取进家门 然后这两个妻子呢 就不同意 就一直跟 跟蔡厄就在闹 打打出手的那种 那最后这个消息 就传到了 袁世凯耳朵里面 袁世凯说 嗯 我原本还要给他 唯一重任的 大男 叫好男儿 治在四方 怎么在一个 青楼女子上面 是这般 如此如此 这般 连 连自己家都治不好 怎么治天下 怎么治国呀 他说肯定是这么说 但他心里面 其实乐开了花了 想到这个人 终于不会 来挡我的事了 是吧 来爱我事了 那这段时间 本来也就是 他登基的前夕 那就希望 你们都老老实实的 是吧 不要给我惹事 所以啊 对蔡厄 就没有 过分的一个 猜疑之心呢 就对他 放松的警惕 那刚好是赶上 云集班 班主 过生日 这一天呢 来的人 乌央乌央的 然后各个地方的 达官显贵也都来了 蔡厄这一天呢 也来了 就静止的就走到了 小风仙的房间里面去 还专门把窗户给打开了 然后他知道 探子一直跟着他嘛 就把那个帽子 还有大衣脱了以后 就挂在旁边的一个 衣帽架上面 探子呢 在外面能够看见 蔡将军的衣服跟帽子 就想到他在这个房间里面 就待着了嘛 这些人在外面 就等着呗 就一直等着 就已经有人在打盹了 那种 那这个时候 小风仙一看 这时机也差不多快成熟了 那蔡厄呢 就假装去上厕所 还借此就跑了 那蔡厄呢 直接就一路跑到了火车站 买了一张车票就跑了 等到探子们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就觉得你怎么进去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不出来 等到强行破门进入的时候 才发现 蔡厄已经跑了 那把这些探子们给气的呀 马上把小风仙就给抓了 因为觉得小风仙是放了 放了蔡厄嘛 就开始严刑拷打 就说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去哪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要跑的这件事情 小风仙就说 我就是一个 一个青楼的一个女子 他这种事情 他怎么会跟我讲呢 对不对 他我在里面 我也很懵啊 他就说他去上个厕所 然后我左等也没见人 右等也不见人 然后突然你们就过来 就把我给抓了 我现在我什么也都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眼见问不出来 就把这个事情 就给袁世凯就说了 袁世凯 肯定很生气嘛 袁世凯恨不得就把小风仙 给碎尸万段了 但是想到自己 拿一介妓女出气 是吧 未免也太不大气了 所以呢 也就不了了之 把小风仙就给放了 蔡厄在临走之前 给小风仙就讲了 你在这边等我 我一定会过来接你的 两个人是依依不舍地道别的嘛 小风仙呢 被释放了以后 就满心的欢喜 就在那边等着 就想到他的意中人 有一天会身披金甲 脚踏七彩 祥云过来迎娶他 过来接他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等到 连一封信都没有 那蔡厄回到云南了以后 马上就开始发动护国战争 要去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也在内忧外患当中 仅当了八十多天的皇帝 育育而终满就死了 那同年的十一月份 蔡厄将军因为患 侯结合吧 还是侯癌 然后就在日本去世了 享年三十四岁 这边还在满心的 等他的意中人 是吧 回来迎娶他 结果等来的就是 蔡将军离世的消息 这个对于小风仙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后来蔡将军的尸体 从日本拉到了北京 由中华民国进行的国葬 他也是第一个举行国葬的一个人吧 小风仙呢 也是穿着一袭黑衣 在中央公园去悼念他 送他最后一程 他至死之中都没有等来 他心中的那个人 只是带了一张照片 至此就消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以前他蔡厄也好 他也好 那可是当时叫媒体的头版头条 特别是他跟蔡厄闹绯闻的这段时间 媒体就大肆的报道 突然一下他 从人们的眼中 视野当中就淡掉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 他到底去哪里了 等他再有消息啊 一直就到了1951年 都已经建国后了 是梅兰芳去沈阳 前线去慰问那些叫抗美援朝 就准备抗美援朝的前线那些士兵 就做了这么一个慰问演出 慰问演出结束了以后 刚回到家里面 他的秘书就拿了一封信给他 他就把那个 那封信打开一看 就是小封先给他写了嘛 就说自上次一别 已经匆匆数载 我们现在能不能见一面呢 有事跟你说 没办法呢 就赶紧跟他就见了一面 以前叫大名鼎鼎的小封仙 京城叫名满京城的一个侠迹 如今已经也是 年过半百的一个人了 岁月在他身上 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痕迹 他看见眼前这个人 就有点恍如隔世的那种感觉吧 就问小封仙来的目的 小封仙呢就跟他讲 希望梅先生能给他 找这么一份工作 他现在呢 嫁给了一个锅炉工人 叫李正海 然后李正海啊 还有一个女儿 所以就是家里面 日子过得特别的辛苦 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自己又想去为这个家庭 去做一些努力 做一些贡献 所以此次才找到梅兰芳 希望梅兰芳给他 向领导们说一说啊 或者说给他这么一个工作机会 相比于这啊 梅兰芳更好奇的就是 他这三十多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曾经叫名满京城的一个侠迹 怎么混到了 如今连工作都没有的一个地步 于是就问他 这他这才娓娓道来 他这三十多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啊 小凤仙在蔡厄将军死了以后 万念俱灰 带着他的一张照片 就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后来又遇见了 东北军的一个 也是一个将领 他身上也有那种 蔡将军身上的那种 鹦鹉之气 就是他的形式 作派啊 作风啊 包括言辞这方面啊 就特别的像蔡将军 于是也就跟这个人在一起 就做了他的四姨态 本来刚开始还挺好 没想到这个人 后来去了沈阳以后 突然就开始贩卖起了鸦片 最后被抓了 那小凤仙 也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 想要去救他出来 但最终也是没能把他给救出来 他被执行了死刑 小凤仙呢 至此又是一个人 如无根之水一样 在这个人世间漂流 直到1949年以后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了以后 他又遇见了这么一个 咕噜工人 就叫李正海 虽然这个人只是一个咕噜工人 没有他前两段 这恋情来得这么轰轰烈烈 但是这个李正海 对他特别的好 就是他喜欢 喝点小酒 这李正海呢 每天下班回来了以后 要么就陪他喝点 要么就挽起袖子 做两个小菜 就是 对他 就是跟一个舔狗一样 对他特别的好 基本上 小凤仙是有求逼应的这种 那这个李正海对他非常的好 李正海啊 也是离异了 然后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啊 叫李贵兰 那李贵兰还回忆了 很多他跟他寂寞 生活当中 种种细节 有一次呢 就看见小凤仙 看了一张照片 那照片呢 就是蔡厄将军 就是这张照片 然后李贵兰就在旁边 就问他 这是谁啊 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啥 一个朋友 家里面日子就越来越苦嘛 所以这一次他刚好是听说梅兰芳来沈阳了嘛 才决定要找梅兰芳 然后希望梅兰芳给他安排这么一个工作 那梅兰芳呢就同意了就决定给他找这么一份工作 最后小凤仙是在省政府幼儿园里面上班 就算是给他解决了一个工作的问题 刚刚工作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1952年的时候 小凤仙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以前经历过那么多跌宕起伏的事件 以及见证了叫江山风云际会的时候 突然一下什么都忘记了 甚至以前自己的生活品质要求很高的一个人 就是他走哪都是穿一身旗袍 然后憋着一个小丝巾 就是有甚至说在生活上面有一点洁癖的一个人 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 身体呢也是每况愈下 1954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间还有一点 就是小凤仙在49年以后改了一个名字 叫张喜飞 喜心革面的那个意思嘛 叫喜尽 喜尽千华 喜尽是是非非的那个意思 张喜飞 那这就是小凤仙大致的一个人生经历 这是他口述的一个版本 但是其实 这个不是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他并没有做过这么多的事情啊 只是当那个当时蔡厄将军确实因为是他是二线的叫二流的吧 一个妓女嘛 所以他接触的人很有限 蔡厄去拿他当个挡箭牌 去拿他去掩护自己逃跑 就是消息啊不会传出来 就是不会走路风声 此外呢 蔡厄也并不是说跟他在一起游玩或者说在他房间里面 然后由他来掩护蔡厄将军走的 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怎么了 是蔡厄出逃的前一天晚上打了一宿的麻将 打了一宿麻将早上 就很早的就跑到宫里面说要见那个袁世凯 然后手下的人就告诉他 就说袁世凯现在还在睡觉 他说我闹钟定早了定早了一个时辰 我想了问我差不多这个时候他也该醒了 没想到他没醒 他没醒就算了吧 我晚一点再过来 给你这边的电话给我用一下 于是呢他就就当他手下的 就是袁世凯手下的这些人 卫兵们就打了一个电话 打到云机班里面 就说喂那个你当时的高等机院 好一点的那个青楼里面 有电话的不是那种 就是下流的那种 就是没有电话 上面稍微高一点的都是有电话的 所以呢就跟那边的妈妈就约了 就说中午啊 你那个记得让小凤仙来过来陪我吃饭 我中午过去找他 于是在他手下面前就 就就就就布了这么一个局嘛 然后打完电话了以后 就趁着天还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 然后跑了 先是跑到了日本领事馆 跑到日本领事馆之前 差点就被抓了 因为他不是有 有人跟着他吗 最后他跑过去了以后 然后日本领事馆的那边 有医生就出来了 就说蔡将军啊 现在是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他现在必须要得到日本去治病 你恕我不能把人给交出来 而且他这个病很严重 会传染 就是你袁世凯再凶 你也不敢光明正大跟日本人作对嘛 他最后是通过日本 先是辗转到了日本 然后再从日本又回到了云南 之后在云南发动了互国战争 我为什么是后来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如果说你们俩真的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的话 首先面临的第一个疑问就出来了 就是你难道不知道 不是蔡厄 蔡厄难道不知道他如果跑了以后 袁世凯会找小凤仙的麻烦吗 他不是不知道袁世凯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如果说他真的是小凤仙掩护蔡厄走的 然后袁世凯会觉得说 哎呀 是吧 我觉得你一介入了女子 我把气撒到你身上不好 不可能的 是吧 你不说袁世凯了 是我 我也把你弄死 所以袁世凯最后没有动小凤仙 你就明显能看得出来 这件事情确实跟小凤仙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证据呢 就是1981年有一个知音这个电影出来了嘛 就是讲的是蔡厄跟小凤仙这个事的 蔡家的后人 当时就做出了回应 就说 我的爷爷当时根本就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他当时对小凤仙呢 就没有多深的一个感情 就是 只是拿他打了这么一个幌子而已 多半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感谢您的观众 他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下子被炒作起来的 是因为蔡将军在死了以后 媒体突然就把风向转到他这边来了 就说他当年帮助蔡娥将军出逃 他是这件事情的主策划人主谋 有情有义 一个将军 一个戏子 古有陈圆圆 穷官一怒魏弘颜 然后一代名记李诗诗 等等古代就拿古代的这些典故 就往他身上去套 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能够满足人的八卦的心理 但其实他那个时候 小风仙这个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 也就是十四五岁左右吧 他根本都不懂得袁世凯 还有蔡娥中间这种厉害关系的 他这个事情说来说去 无非就是人心里面的八卦在作祟 最后才传出了一代侠迹的这种 这个故事版本 人们相信英雄救美的故事吗 那更愿意相信美救英雄的故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吗 自古侠女出红尘 但是不管他这个事情是真也好 是假也好都不重要 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人啊 从一开始出来 就一定不能遇到那些太过惊艳的人 因为这个人他会提高你的法治 以后你再遇到的人 你都会下意识地去和你遇见 这个很惊艳的人去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别人他妈样样都不如他 那你的人生就过不好这一生 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 叫有减如奢益 有奢入简难 那么这是在情感方面 你确实是 你不能够遇见太过惊艳的人 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生活方面呢 我们又拿红楼梦 贾宝玉来举例子 假设你是贾宝玉 你就出生在女人堆当中 你吃的用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突然一下子贾家落败了以后 你还活得下去吗 你活不下去吗 你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吃过好的 见过好的 用过好的 穿过丝绸 你还会去穿粗麻吗 小枫仙在死的时候 就穿得很简单 一身粗布的衣服 也没有什么陪葬的东西 仅仅就是一张 蔡厄将军的照片 美人也好 英雄也罢 真也好 假也好 最终 都不过化为一捧 净土 随着历史的车轮 消散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我是老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